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兰女士 市民统战部党外干部处副处长杨岳玥玲女士 他们呢是两天前呢出发从北京到的墨西哥 是在今天的两点半的抵达洛杉矶 可以说是风尘仆仆马不停蹄 就赶到我们北京联合会这个召集的 今天的这个推介座谈会的现场 所以呢让我们再次对代表团的到来 对我们北京娘家人的到来 再次给予热烈的掌声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的出席座谈会的朋友呢 是以我们北京联合会的干部 还有会员为主 那么我也特别的邀请了一些 我们北京联合会的朋友们 那么这些朋友呢就是说 可以说是各个侨团的代表 很有代表性的 那么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有 吴景辉 吴大哥 他是越南华侨 祖籍广西 那么再有呢董复兴 董大姐 他是来自台湾的中国东北人 所以说呢也是很有代表性啊 老乔这边是司徒乔林会长 他也是我们北京会的会员 也是填表的 那么他本身呢是一位老华侨 70年代初呢就到了美国 那么再有一位 我是我们的新桥的代表 李兰平会长 陕西同乡会的会长 他是93年来到美国的 也是在96年 当时最早在座山 就有10个大陆新桥的团体 那他的陕西同乡会 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些北京会的朋友 且给我一点时间就很简短的 我们的资深副会长夏海伦 执委行悦会员宅培莲 齐玉会员汪林会员 是来自北京 再有樊晓燕是我们的前副会长 从事美中文化交流工作 王正军是新会员 王家会员 张元宏 可以说一下 我们参加北京联合会的 有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也要在北京工作上学的 也有说热爱北京的 那么张元宏呢 就是我们北京联合会 海纳百川有龙乃大的一个代表 他是地道的广东人 可是他爱北京 那么王威是地道的北京人 是然后呢 说话也是干门 留了错的是北京人 从事旅游工作 好那我就介绍到这了 那现在我们呢 先请我们 卢明会领事呢 代表总领馆 尊敬的赵部长 尊敬的理会会长 尊敬的北京会的各位理事 还有我们乔街的各位老乔林 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呢 非常高兴来出席这场活动 我和我的同事 孙伟东领事 代表总领馆 对我们北京市统战部 赵红生部长 代表他一行 到访洛杉矶 表示热烈的欢迎 同时呢 也要感谢理会会长 代表北京联合会 以及邀请我们乔街 非常多的在座的资深乔林 来共同举行这样的 一个欢迎宴会 表示感谢 我们这次来呢 非常给大家介绍了 由我们是为统战部的 这个干部 这个江南处长的联络处 统战部的联络处啊 就专门负责 港澳台桥海外工作人员 这个杨月龙副首长呢 他是党外担保处 主要是负责联系 中共党员以外的各界人士 这个是他的工作人员 这个这是我们部门的两个 我的同事 那个刘勇呢 是北京海淀区域 是高科技的一个区域 副书记 刚刚卸任统战部的部长 刚刚卸任的 这个书记 这个 那个 江水库呢 是我们秘运的 大家北京人士呢 免水库 免水库 我们的生命之员 秘运水库 这个真的 大家好啊 这个非常高兴 今天到洛杉矶啊 参与这样一个交流活动 这个我简单把海淀区的情况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这个海淀区呢 是北京的16个区之一 也是6个城区之一 这个面积呢 是430平方公里 这个人口呢 是360万 这个人是比较多的 是北京人口第二 这个多的 大家好 这个刚才赵部长讲过 也是一进了以后 觉得好像 没在美国 觉得在家里 这个我是这个 秘运区 这个秘运呢 是北京东北部的一个 面积比较大的一个区 我们有2200多平方公里 人口呢 相对来说比较少 我们有将近50万人 为什么我先来呢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 有四五个都是我们陕西人 所以呢 都是你们的市民 这个 我叫吴景辉 是世界业政党发言团体联合会的 梳理主席 以前是前任的 那个秘运长 真的该主席了 所以说非常开心 就是我 就是表达我一个 一个北京人 一个北京主持的 这么一个心态 本来呢 要讲一两句话呢 应该是不害羞的 可是当我要来这个北京会的时候呢 我心里头呢 就真的觉得不安 为什么呢 因为北京联合会 人才太多了 所以今天特别听赵部长的讲话 我觉得特亲切是因为 我觉得中国的统战工作 不管是哪一级的 从这个区域到市到中央 我觉得是我让我们真正的领受到 就是说这个统战工作的出色 我同事常常就跟我讲 哎呀 我怎么能够学中文呢 因为现在呢 就是说 我们中文就代表着就是 Chinese means opportunity 就是中文就是机会 所以每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真是觉得我高兴 我骄傲 我自己我是个中国人 那我其实也再次的感谢 我们的赵部长和这个卢领事 还有各位这个刘勇书记 和这个讲学府部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桐 언급